大家好,我是兩格大貓怪 今天介紹一條三星的浪漫路線給大家 沿途風景超美,還會經過一生一世的標距牌 之後就踏上山徑感受環山的懷抱 再登上牙櫻山 這裏是欣賞大澳水鄉和鹽田的好地方 不想登上的都可以去牙櫻山觀景台 風景都一樣漂亮 這條路徑可謂越後越精彩 到下山還要看著漂亮的山脈 汪洋的大海下山,超級浪漫 Hello 大家好,我是兩格大貓怪 今天我們三場想來到大嶼山 向牙煙山繞圈回大澳 在東涌地鐵站下車後 就乘搭11號往大澳巴士 就在前面龍仔的巴士站 下車後就向後走,車尾走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條姜山郊遊徑 向上走就是了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這邊,姜山南引水道 姜山郊遊徑的一部分 沿著這裡的引水道 都會是這些石屎路 去到分岔路口就再告訴大家 我們一直走上去 我們往這邊走 走了15分鐘左右 你就會看到這裡 我們不轉過去 繼續這邊走 轉了彎 你就會看到有個標距柱 這裡 C1314 我老公說一生一世 情人節帶你女朋友過來 你看到這一個就是獅山 很多岩石那一塊 看到很多黃花仔 千萬不要轉彎 繼續向這邊走 這個龍仔驚萬象步 好啊 我們現在還在走引水道 前面 現在是很開 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深谷 而對面那裡就是鳳凰山 再看下去 就是一個大深谷 遠處就是鳳凰山 現在是十二點十四分 經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這裡就是1313的標距柱 在這裡也有個牌 我們就要轉上去上面很斜的斜樓 這裡看過去很開陽 這邊這邊 這邊上山 現在就開始上斜了 這裡看出去遠處 在那裡有個塔 就是 看到嗎 哇 很壯觀 看到靈忍子 在那裡 我們現在正式上山 一會兒會踏入這個山徑 去到山徑那裡 我們就要轉左去這個龍仔五園 這邊 天氣清 看到那個斜山 超漂亮的 十二點二十八分 我們終於爬到上來這個分岔路口 這個 C1312的標距牌 我向這邊走就會回到大澳 我們剛剛開始沒有來回大澳 所以我們就向這邊走龍仔五園 這邊也有指示牌 向萬象步方向走 轉左這邊 都是這些石屎 斜樓 不用一分鐘就撐到上來這個另一個分岔路口 轉過去左邊 就是鳳凰徑第六段 L051 轉左這邊 跟著 萬象步的指示就對了 繼續 山徑很好走 都是一些碎石仔 但一點都不像普通山徑 平坦而易走 繼續 我們向龍仔五園 上了幾級樓梯 梯級就不大 鳳凰山和觀音寺那邊 看到嗎 很開陽 沿著鳳凰徑第六段的樹林陰徑 繼續走過去龍仔龍園那邊 全程都大約走五個小時 最高的景點都是在牙櫻山373米高 前面就聽到很多水聲 不知道是不是凌風石駕那邊 暫時都不覺得難走 你看到有些桌椅在這裡 讓大家休息一下才繼續走 很快前面就會到達龍仔五園那裡 在前面 到達了龍仔五園 這裡雖然很漂亮 但因為私人的地方是不可以進去的 有人在這裡看守 可以在這裡看一看它裡面的九曲橋 鶴花池 這個就是九曲橋 挺漂亮的 剛才有兩隻狗 超兇 在1962年 韋龍沙廠的負責人 吳先生 就在這裡設置二百萬來建這裡 如果夏天來這裡布滿河花應該都很壯觀 以前這裡很旺 有茴花綠和孔雀看的 但已經是我媽媽的年代的時候 我就未來過 所以我都未經歷過這裡最豐盛的時期 好像以前的港島區的虎帕別墅 如果這裡可以讓我進去參觀一下就很棒 這裡就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綠色的地方 像是修緝的 走位都很深嚴 除了有兩隻狗不斷廢我之外 裡面也有一個空間 很多的CCTV 大家就不要抖留太久了 拍照打卡好走啦 沿著這裡左邊這條路繼續上去 現在12點52分 到了龍仔五園的大門口 轉向右邊這條樓梯繼續上去 右邊這一邊 你會繞過龍仔五園繼續上山 往這邊走 轉左 跨過龍仔五園之後 看到鳳凰的L050 繼續上去 這裡有兩旁的八千層 好漂亮 這裡的樓梯不高 矮矮的都可以走 但是就默默的 好 繼續走 我喜歡這些八千層樹 現在1點11分 已經來到這個標蓋牌C1310 四條分岔路口 前面就好像一個龍爪手 有三條分岔路口 選中間這條 萬象步這一條 走過去 就不要向左邊或者右邊走中間那條路 走一會兒你會看到 那標蓋牌 鳳凰的第五段 L049 下樓梯了 分岔路口 我們就轉左這一邊 穿進去萬象步營地門口 這裡 萬象步營地 沿著鐵絲網和樓梯上 沿著鐵絲網和樓梯上 達入這個山徑路段 走完石屎路了 微微向下走 舒服 1點34分 到了分岔路口 向這邊走 就會去九嶺沖引水道那邊 我們就不去那邊 我們就跟著這個指示牌 大澳經牙櫻山 2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去到大澳 就會向這邊走 這裡有大有小的石頭 都比較爛的路 頂一躍也有一些 一級一級上 所以小心點走就沒有問題了 看見到前面 現在慢慢攀升上去 加油了 現在就在山咬位那裡 這裡看過去對面 就是靈匯山 和瓷興寺 就在我斜後面這裡 這個瓷興寺 上面那個就是靈匯山 還有很多樓梯要上 就是這些路來 癌癌癌癌癌的爛路 總之看到大狗的 就踩上去就可以了 一級一級 又大又小的石頭 就踩上去 我老公已經飛去前面 很遠了 他說在山頂椅 整大片白花油草 多漂亮 光蟲 這邊呢 稍後在山頂看過去 就是二澳那邊 下面這個谷位 有一個平原的位置 也挺漂亮的 很多不同的顏色 有白色 蜜綠色 淺綠色 還有深綠色 所以非常之漂亮 看到鳳凰山 這裡的山 我就不太熟了 我只會大幾個 我們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 前面這個就是牙櫻山 旁邊這邊呢 就是尖峰山那邊 這裡呢 就爛一點點的路 就是一些碎石頭 來的 就微微上斜的 所以呢 留意一下 小心點 踢傷了 就會沿著這條路 向這邊轉彎 嘟嘟嘟嘟嘟 嘟過去的 由那邊呢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過來這裡 留意一下 右手邊這裡 有條綠色絲帶 看回地圖呢 這裡呢 就是上牙櫻山的方向 就轉由這裡上去 如果你真的看不到絲帶 你就認住這塊大石 剛剛呢 就在絲帶正對面 就是這塊大石 打完卡了 我們才正直上去牙櫻山 拍完照片 我們就正直上去這裡 這邊而已 這個位置 這裡 看到綠色 紅 橙色的絲帶 還有看你的地圖 就知道這裡有一條 隱蔽的山莖 就可以上牙櫻山 牙櫻山 牙櫻山有標高處 大概373米而已 放心 其實這裡呢 都已經是300多米 上去就不是很高 暫時呢 就是這些石堆出來的山徑 記得穿上一條長褲 兩旁的蕨類 都掃著你的腳 蕨類都比較硬 山頂再看 在上面 一條爐盃都清晰 你看到的 微微上車 逐步逐步慢慢走上去 看上去就是這樣的 超級開陽 主要就是一些沙石 和一些石頭的山徑路 五線的可以好走的 慢慢一步一步走就可以了 繼續向上走 但有些石頭比較大 就微微想斜 剛才有一條分叉路口 就走右手邊那條路 因為左手邊再望遠一點 是沒有路的 應該是走出去拍照的 其實前面就已經是標高柱了 後面的風景超級美 等一下要沿路下山 前面就是標高柱 我們到了 在這個牙櫻山的標高柱 373米 來 牙櫻山373米 這裡最美麗的風景是這裡 這裡看過去多美 這裡的風景更加開揚 港珠澳大橋 下面就是大澳魚鄉 遠處那座山就是虎山 海櫻山 這裡就是牙櫻山公景台 這裡就是大澳水鄉和鹽田 這就是寶珠 然後就是象山和獅山 鳳凰山 我就是認識這些 然後後面這裡就是寶珠山那邊 這邊就是二澳那邊 就是我們剛才來的那裡 一個圈 這兩個山子就是尖峰山 那兩個尖峰山 就是這兩個 聽說要攀爬 所以就不會過去了 等一下就會沿路下山 在這裡拍照打卡 因為這裡可以看過去 大澳鹽田的魚鄉風景 超級美的 就在下面 是不是很美呢 正啊 兩點五十三分 吃完東西之後 欣賞完美景 打完卡 沿路下山 就落到剛剛下面那條 橫山徑那裡 再向觀景台走 看著二澳那邊的方向走 沿路下山 現在就看著漂亮的風景下山 到去再告訴大家 三點零二分 滾到下來 郊遊徑的路口 我們就轉 由這邊 這邊 一會兒 觀景台也很美的 有些欄山在前面 一個半圓形的 超級開陽超級美的 現在大海在我們的左手邊 山脈非常美的 不知道那邊是什麼山呢 山谷位多漂亮 下面好像有些農地 可能是二澳村那邊 山谷位那裡 有個平地 古那裡應該是二澳 我對這裡就不太熟悉了 二澳的海灘也看到了 由這邊這座山 一邊掃進去 這個谷位 兩個山谷位 超級美 現在就是這些 樓梯來 走到觀景台那邊 這裡看出去 牆場地那個 就是雞公山 一百九十多米 正啊 繼續向前走 我們下了很多了 我們一會兒就會去到 左手邊那邊 這邊 觀景台那邊 很快到了 而右手邊呢 就是大澳水鄉那邊 這條路呢 比我想像中 好行 但是牙嬰山 你就自己想清楚 合不合行 雖然呢 七十多米 攀升幅度 都有大大小小的石頭 和斜斜地 自己想清楚 現在就下了一些石級路 紅當蕩的果 多漂亮 挑多果實 它的紅很漂亮啊 上面就是牙嬰山 我們先從上面下來 現在這些路比較碎石 就沒有剛才剛剛下來的那條路 那麼好走 所以走的時候 踩穩一點 因為碎石會動的 上面就是牙嬰山 看出去呢 就是橡山絲山那邊 像湖椅一樣 累的可以休息一下 牙嬰山觀景台 現在看下去就看到 大澳文物酒店那邊 還有港珠澳大橋 虎山 很清楚看見到 橡山絲山那邊的山脈 它挺漂亮的 你覺得 在上面比較漂亮嗎 原來最遠處 它有個很漂亮的名字 叫奈寧丁島 這裡觀景台 就看得不太清楚 前面這裡的草都長得很高 但是山就看到 以前這裡叫大澳觀景台 而牙嬰山就在這裡前方 這一邊就是那個牙嬰山 在牙嬰山上面看下來 是比這個觀景台 但是呢 你應付到你才有上去 這裡的雪被遮住了 所以看得不太清楚 水平線的位置 其實這裡風景真的很漂亮 任你打卡 喜歡我們的 記得訂閱啦 好啦 就帶回你下山啦 觀景台的牌 就在這邊 下去那邊的山仔 再向二澳那邊方向 再到最底了 好 我們去那邊進發啦 我們去那邊進發啦 這樣過來 發現這裡的打卡位 比觀景台更漂亮 你看看下面多漂亮 整個大澳 還有象山絲相都看到 非常之雲偉啊 正啊 那邊就是二澳 那邊就是二澳 我們正式下山 有些小碎石仔 好小小的地方 下山的時候 踩起全耳了才好 你才好 那個呢就是香港電台發射塔 會到那裏 好 我們走吧 來到這裏就是香港電台發射站 就會向這邊 然後不斷地下樓梯 下山的路非常漂亮 這邊這邊 前面這裡就是看著漂亮的汪洋大海 和二澳村下山 就會不停地下山 下到最底的 走吧 這裡有很多這些石級路 看著的無敵大海 已經下山了 很棒 就是這些石級路 現在是3點56分 太陽都快下山了 陽光在水面反射光上來 很殘眼 今天這條路真的很好玩 想走得輕鬆點 預早點時間來走 因為整個旅程都大概5個小時左右 我們已經落到很低了 這裡比較淋陰 就G字形走 都有石級的 有樹葉在石級上面 小心點 繼續走過去 我們還沒落完 剛剛才過了G字的松林 旁邊 下面看到有等船 又開陽花 很漂亮 現在4點13分 到來這個分岔路口 這裡 就是向大澳的方向 就是右邊 九個字左右 就可以走回大路 駁回石屎路 所有山路已經結束 我們一直直出去 就是大澳那邊 現在就在一個粉紅色橋上面 看這一邊就是尖峰山 而這邊就是牙櫻山 那邊就是獅山獅山 大澳真的很漂亮 以前這一大片的紅樹林 都是鹽田 看到這裡因為太平靜的關係 反映出來獅山獅山的導演非常漂亮 看到這裡 看到這裡 很漂亮 看到這裡 看到這裡 很漂亮 記得訂閱和按讚給我們 下次見 拜拜 лы別装飌 大澳那 你看 看 计